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的思维方式 精神状况 社会伦理 甚至宗教传统 那么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搞文化研究的人 特别需要注意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 芭蕾舞系列的 第一讲 我们讲的一个内容呢 叫做芭蕾舞 诗线美的情感意境 就这样讲什么呢 我们要讲芭蕾艺术的 情感本质 和它的审美的意韵 为此呢 在这一讲中我们就要分析 从法国的皇家芭蕾 到现代芭蕾舞 它之间的变化 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 历史文化原因 我们还准备提出一些考察和解释 芭蕾舞题材变化的模式 这种模式呢 就是以天性美为出发点 以人性美 私性美 古典美为衡量标准 将芭蕾舞呢 发展呢 分成落干个层次 以便呢来指出芭蕾舞 尤其是芭蕾舞悲剧的奥秘 但什么奥秘呢 就是在于它把美提升到极致 又辅于一种被摧毁的结局 这样就显出这种舞蹈的深刻的思想面 那么我们呢 这些思想呢 或者这些内容呢 我们分成专题呢 一直都来讲 那么 首先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童话与诗 现实的艺术 与灵魂的艺术 在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 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啊 芭蕾之美是最直观的 最神秘的 和最富有表现力的 正如评论家 南凡先生所描绘的那样 每当那个 那个帷幕呢 被拉开 优雅的舞字 轻盈的跳跃 那个 婷婷的脚尖旋长 这将人们带入了 那梦幻般的艺术境界 因此呢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 舞蹈艺术的皇冠之珠 它又是西方人 神美理想的最典范 最完整的体现 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啊 几个世纪以来啊 尽管芭蕾舞主要是 在描写 美丽的童话世界 但是它始终 能够和观众进行交流 它那么超现实 但却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 深深喜爱 这个芭蕾艺术啊 它可以用抒情的诗 和精神的话 来加以表述 当你面对那些 像仙女啊 天鹅啊 杰塞尔啊 那样的舞蹈师 那种完美的 进入仙境的感觉 那种带给你 全身活力的 灵性喜悦 实际上是把你带入到 一个富有魔力的 童话之间中 正如古罗马 有个诗人叫赫纳诗 他是公元前 六十五年 到公元前八年的人 他说 诗歌就像图画 有的 有的呢 有的要近看才看出他的名 有的要远看 有的呢 放在暗处看最好 有的应该放在名处看 不怕那个 奸赏家敏锐的挑剔 有的只能看一遍 有的呢 却百看不厌 所以纵然芭蕾在人们心中 激起万般 那个 训练的色彩 舞蹈艺术家 主观的那个 抒情的 所造成的那种 突发的情绪 即便它会在某个 瞬间突然消耻 然后却会在人的精神世界中 得到永恒 所以芭蕾舞之美啊 是一种超然的私性美 但是这种美 却能够与人的心灵 建立一些 直截了当的 生成交流关系 那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首先要解决 它这个超现实的艺术 怎么会在人的 心灵中 留下这样深刻的 印象的问题 我们先来谈 它的美 芭蕾之美啊 首先是刻在 光怪陆里的童话里 所以我们说 童话于 现实的世界 于灵魂的世界 当芭蕾艺术家 把你带到那个 带用魔力的画景 世界里呢 那种世界上 是带到神话世界 那种神话世界 就像太阳金色的光芒 始终伴随着你的脚步 这种奇异性啊 有点像朴素的 可爱的女孩 她能够用一种 最自然的方式 去说出最复杂的故事 这就是芭蕾艺术家 惯用着与人交流的方式 即便那些舞蹈演员啊 扮演的仙女们 身披着夜间的浓雾 即便是离奇的剧情 向人倾诉着 过多的悲欢离合 天性和自然 组成的主题 却总是在那里 时影时现 这种童话组成的 可爱世界啊 让人直接感觉到 世界的神秘和伟大 一种丝化了的 像雾一样的意象 意境 直指人心 将一种最质朴的品质 开启你的心灵 在童话世界里 美丽的仙女 抱着浓郁的感情 向你走来 生命激烈参动 却向你透出了美的尊严 这是芭蕾艺术 独特地展示美的方式 其中只有一种色彩 一种因果 一种熟度 能够引起你内心 深处的强烈的震撼 同学们 用这样一种方式 那个芭蕾舞 就是自己处在 最基本的 和最原始的形式上 或者处在 丝和灵魂的基础上 来为人类 总结自己活动的 最一般的意义 这种形式 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而言 就在某种意义上 与现实的艺术 有了区分 正是这种对理想的追目 而非对现实的模仿中 芭蕾产生出它极特的 私信的愉悦 快乐 从而满足了 人的灵魂的某种深度的需要 在这样的努力下 美无疑是一种 波拉图式的理想的类型 什么叫波拉图的理想类型 就是天上的东西 这有显像文艺复兴时代 阿菲尔笔下的美丽女性 或者米开朗吉罗所雕刻的 那个大卫雕像 它是一种超越 所有现实人的一种美 它处理在那里 就像一个桌标那样 让许多人 可以当作榜样来学习 波拉图也是这样 它比人间的东西更美 这样呢 就起了一个坐标的作用 这实际上就区分了一种东西 叫心灵自信和理性自信 进行的最原始的区分 心灵的自信 是人的心灵活动 相连续 表现为追求永恒 唯美 理想 但非公立的心灵价值 以及因个人 通过独特的情感体验 而产生的浪漫的愉悦 恰恰从现实之中 通过比较得来的 这种社会价值 像美貌啊 爱欲啊 成就啊 才华啊 功力啊 社会承认等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渴望 一个人心灵中的善 或对于这种善的把握 实际上就是 芭蕾艺术的唯一的目的 唯一的生命 就心灵知性而言 知就是知智的知 心灵知性而言 心灵的价值 就是人类天性在追 天性的追求 在心灵认识中的折射 这种心灵价值啊 常常启动本质作用 自然美和天性美 是芭蕾与中世纪的境遇 和宗教至上的作品 截然分开 是不是还有更强烈的证据 说明艺术家 伟大心灵 请注意整个芭蕾之中的 实际上是一种对情感的真诚的赋予 例如 那个舞剧呢 通常情节呢 总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天性很美好 天性的凹陷 然后呢 就是大悲痛下 大悲痛下 英雄出现 以及第四个部分 最后天性得以复活 另一方面 就天性美的展示而言 它必须是与人的心灵战胜社会邪恶 才能被抚育实际的内容 换言之呢 就是能通过创造一种美丽 找回上司的天性 从而形成 人对自我真正需求的认识和回归 你比如说 《睡美人》 是一部很优秀的芭蕾舞的梦幻剧 它原始取材于法国作家 夏奥贝罗 他是1697年写的童话 叫做《纯睡森林的美人》 但是到了1880年1月3号 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帝国局场 首演 他讲的故事呢 说有个摇篮中的一个公主 叫阿弗洛拉公主 正在举行她的洗礼仪式 却被一个恶仙 恶毒的仙女 她叫卡拉包斯所破坏 因为呢 那个卡拉包斯呢 没有受到邀请信 于是她发出一个诅咒 她说公主成年之时呢 她的手指呢 就会被纺锤刺破而死 当公主16岁时啊 这个诅咒被念证了 在国皇为公主成年举行的盛大舞会的时候 那个卡拉包斯就把一柄仿锤交给了公主 于是公主阿弗洛拉呢就被刺破了手指 她就昏倒在地上 紫丁先子过来相救 但是紫丁先子的魔杖呢 只能是整个皇国陷于一片昏碎之中 然后城堡就被森林盖没 一切都进入到了昏碎之中 只等到百年之后 年轻的格西列皇子 受紫丁先子的指引 来到公主的身边 当他俯身亲吻 阿弗洛拉的时候 阿弗洛拉公主就复活了 于是整个皇国也随时复活 爱情破解了卡拉包斯的诅咒 城堡因为爱的创造而苏醒 预示着天性的回归 激愤的英雄和美丽的公主 共同用爱开启了苏醒之门 于是呢 欺抓于压迫 专制于不义 在此纯正的爱情面前 悄然的隐退 新的生命急着青春阳光和爱 得以复活 传递出人心灵中 内在力量的强大 这个武器啊 告诉我们 拥有心灵善的人 在行动中是可靠的 这种可靠足以抵御 来自外部的邪恶势力 见过外部的邪恶势力啊 有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支配力量 但却有一种在人的心灵之中 成长起来的内在的善 绝不会错 它发展成为崇高 足以守护天性 不给卑微的破坏力量 有可乘之计 同样 著名的武剧 也表现出类型的剧情 只不过艺术家 在冒险的传奇中呢 被治愈更加难以捉摸的方式之中 爱被演化为一场公开的人魔对峙 武剧表现是一个年轻的皇子 叫做吉格弗里德 被魔法变为天儿的公主 二节他的爱情故事 皇子勇敢地与魔皇 罗德巴特搏斗 中正的爱情诞生了魔法 那么那个公主 奥吉他呢重新获得自由 皇子与奥吉他呢 也共同迎来了新生活的黎明 有的时候啊 这种美好的心灵的善 由于主人公对爱情的不中正 而导致了悲剧 比如说有个很有名的芭蕾舞剧 叫做《逐渐精灵仙女》 这一句就可以为例 仙女呢 它是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 正是浪漫主义文艺 在法国掘了 而来崛起的年代 它是由法国著名的歌唱家 亚道夫·奴隶 根据浪漫主义作家 查诺迪埃的幻想小说 托里批阿卡伊尔的小精灵 改变而成的 仙女描绘森林中的精灵啊 遇一位苏格兰青年相爱的悲剧 那个苏格兰的青年啊 出生于农家 他的名字叫詹姆斯 他就要去婚礼了 当他到屋里去打团的时候呢 他突然梦见一个仙女 叫希尔菲德飘懒而至 那么那个他的未婚妻 叫做爱妃 爱妃的女友们 把他惊醒后呢 他却仍然在作梦 他仍然在迷恋于梦中的仙女 结果呢 他背弃四眼 轻摔地抛弃了 未婚妻和朋友们 离开家乡 跟随仙女来到森林 在森林的空地上 那詹姆斯追逐 时影时现的希尔菲德 背同妖精们游戏跳舞 那时出现一个巫婆 加马欺骗詹姆斯 让他把一条 经过魔药的杀金 送给了希尔菲德 当詹姆斯给希尔菲德 披上杀金的时候呢 他浑身颤抖 痛苦地倒地死去 当詹姆斯闷闷不乐 回到家乡寻找未婚妻时呢 就发生未婚妻 他原来的那个未婚妻呢 已经嫁 找到了新的爱人 洗尽了队伍 从林中小路走过 这是他原来的未婚妻 艾菲和一个城市的农民 在举行婚礼 以上的例子啊 就说明巴黎在传点美 的时候 故事的发展往往是随着 真情和真爱的核心转移的 那个爱呢 是获得心灵的善和灵魂的感觉的唯一的连条 如果你抛弃了这种美 那么人的各个部分的圆满和和谐 就皆不能完成 圆满的感觉和爱的呼唤 被紧紧地捆绑到一起 从而呢 就揭示出人类情感的至高地位 意志和欲望 所要求的是去满足情感上的高尚需要 精神的创造性 纯粹是由忠正的爱情激发出来的 爱可以提供给我们解释 否则人就不可避免的要走向堕落 我们从仙女 杰塞尔这样的舞剧中呢 就看到一种超然的精神力量 即爱的刺激 如何组织人们的行动 最后形成人性圆满 这两个舞剧呢 还告诉我们 爱既是一种天性美的最有力的表现 又是人性美的赞娃美的表现 因此如果爱这一特征的某一部分受到损害 古剧的情节也会从喜剧变成悲剧 芭蕾艺术呢 因此从爱而进入到对人性美的呼唤 以至于在美的游戏规则中呢 一切皆以爱对艺术活动的着用而被持续 从这一点出发呢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那些理想的爱慕 和爱情的倾诉 全都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童话题材 比如 碎美人 葡萄夹子 仙女 天儿福 都是以童话为线索展开剧情的 既然芭蕾舞的最终目标是产生理想的美 那么通过童话来描述情感生命 就意味着能够在更大 更本质的范围里 确定人的目的 在这方面 艺术家为了产生美 就必须与美丽的灵魂相恋 一块红宝石很美 一块蓝宝石很美 一片树也很美 一个没人去过的自然保护区很美 就是因为在这样 秋水共战天一色的境地里 人能够感受到一种远离社会纷争的美 尽管精灵和仙女出没在沼泽地里 人也因为与他们的接触 而被激发出精神解放和真理追求 我们必须承认 童话世界里的意象 实际上就是人类想象力的超现实升华 从自然的原始景象里 人找到了反思自己需要的钥匙 然而 能难地说明超自然童话世界 与真实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 芭蕾舞啊 它这么超现实 但实际上呢 它也是产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 从15世纪到19世纪 这种独特的艺术呢 后来又到欧洲的宫廷之中 不停地飘泼 从法国飘到俄罗斯 一直发展到它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啊 一定不能以太绝对的方式去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在14世纪啊 因为战争和瘟疫的关系 意大利已经被完全抛进了黑暗和痛苦的深渊之中 在举世迷信和悲观之间 为了振作人心 诗人和艺术家 比如弹丁 彼得拉克 就用诗歌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某个瞬间 奇妙的光亮产生了 天才诗人用一种最为自弃的感觉 把最丰富的素材 转变成包罗万象的宇宙 受那个文艺复兴诗歌的影响 还有绘画的影响 芭蕾舞呢 就开始以最深层的激动 来演绎希腊神话故事 管了这人的心声的问题啊 稀奇古怪的传奇 夹带着四名亚述共赏的街头狂欢 成为意大利注重艺术之中呢 最美的奇观之一 于是巴黎的允律 就成了人的允律 而巴黎的和谐 也就成了人的和谐 在意大利 那个巴黎的舞制呢 要从人性的和谐中去寻找 而巴黎舞的诗意呢 却要从人的爱心中去寻找 爱是巴黎的魂 它包括了物相的美 和精神的真正的自由 同时巴黎也是 一种抒发感情的优美的力量 它静润的荒野 却能够把荒野变成 鲜花普地的天国 当然 反而巴黎之事物 本身也必须是纯净的 正如能够运用心灵 来加以想象的事物 本身也必须是美丽 充满爱意的 巴黎从不同事物的实际状况 来考察事物 而是把事物看作 导向心灵价值 心灵精神价值的原材料 并且在刻意推敲 其精神价值的完善性上 来把事物提升为诗 事物 一般的事物 至于芭蕾 就譬如是泥土 至于花朵 夜空至于星星 露体至于精神 煤至于火 值得注意的是 芭蕾舞进入法国宫廷之后 那个童话故事 仍然继续成为 芭蕾剧情的主题 因为那个法国的宫廷芭蕾 是有一个凯瑟琳 它是一位 意大利佛罗伦沙 美丽地家族的贵族女主 带进法国的 那个美丽地家族的坎瑟琳 她嫁给了法国皇子 而这位皇子 在1547年 成了法国的国王 亨利二世 被余之为第一部剧 完整情节的 法国的宫廷芭蕾 叫皇后的喜剧芭蕾 她于1581年 在法国巴黎 靠近卢浮宫的 小波旁宫 正庭首次演出 正是按照皇太后 凯瑟琳的旨意设计的 为了给旗子亨利三世 的皇后 路易斯的妹妹 玛格里特 举行婚礼 她特意让意大利籍的 宫廷庆殿 总监 那个人叫做 波罗野 编排了这个舞剧 这个芭蕾舞啊 她取材于公元前 九世纪古希腊诗人 荷玛的树诗 又来荷玛诗诗 她讲述一个女妖 那个女妖叫希尔瑟 是如何征服 阿波罗和许多神灵 但最后仍然向法王 陛下 却服的故事 剧中参照了很多 希腊神话 是戏剧舞蹈音乐 老颂的一次完美的结合 第一段讲女妖 希尔瑟 敲击手杖 用魔法把中人定住 现在太阳神阿波罗降临 解救出中人 之后呢 那个希尔瑟再次魔法 居然捕获了阿波罗 并把他手下的神灵 把中人 这变成了狮 狮 像 鹿 狗等各种兽类 第二段 却讲一个少女 奥比斯出现了 他向全体受难 在向忠神求救 那么智慧女神就来了 智慧女神叫做密尼特 他正在 由巨蛇 坎全特到来 在庄严的合唱中 合唱声中 那个智慧女神呢 向国王宣誓 只是雷电昏鸣 罗马祖神 朱比特在空中出现 希尔瑟被雷电击败 森林之神又用 强有力的脚 撞毁了 那个希尔瑟的魔殿 最后那个魔王呢 指得向国王怯服 所以啊 那个皇后的喜剧巴黎呢 她激重地反映了 宫廷文化的审美意识 宫廷是什么 宫廷主要是国王 贵族 骑士 艺术家 和贵妇 传统的贵族啊 她是以战争为职业的 原是国王的亲密的伙伴 而负责 具体管理工作的大臣呢 却是平民出身 市民出身 他们设过大学教育 宫廷里有什么人呢 还有仆人 还有宫廷师位 还有贵妇人 那么那个宫廷呢 还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地方 还是和那个国王和那个大臣 讨论工作的地方 那么由皇后 国王贵族大臣 艺术家 四位外国使者 组成了皇宫啊 在里面呢 艺术家的表演呢 这是皇宫之中啊 一抹对位 溃粒的色彩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